作为灵异主播的艾拉每天都会接到许多奇奇怪怪的线索 可今天的这封邮件却让她一头雾水 这是一封写着真相中将大白的匿名邮件 上面有一个女人的名字弗洛拉 可弗洛拉名字后面却有个奇怪的黑色砖头单词 而后面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她试图问对方是谁却发现邮件发送不了 艾拉顿时疑惑 于是她再次点开 却发现邮件下面还有附件 她点开一看那赫然是一个女孩的照片 在好奇心驱使下她直接拨打了过去 而对方却是名叫弗洛拉 她说起这封邮件还有砖头的事情 对方却在沉默一会后反问这是谁写的邮件 当听到艾拉说这是匿名的 对方却明显不愿意再多交流 在艾拉的一再请求下对方这才松口 她说这个砖头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自己真的不想再提起 艾拉却说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给自己五分钟采访就好 弗洛拉这才告诉她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当时她在一个善良的妇人家庭做保姆 他们甚至给自己花钱让自己的女儿去贵族学校 自己也很是感激 可是有一天意外发生了 那天妇人家里的家具忽然出现了许多划痕 那些划痕到处都是 就像是锋利的刀或者爪子到处划的一样 可是更麻烦的是 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女儿宝拉干的 可是自己女儿发誓绝对不是 艾拉反问如果不是你女儿那会是谁呢 可是弗洛拉也不知道 可就在那时弗洛拉收到了一块黑砖 艾拉连忙询问那块砖是什么样的 弗洛拉却告诉她那个东西太黑了 比自己见到的任何东西都要黑 可是那家人却从弗洛拉这里拿走了那块砖 而后在没经过自己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卖掉 他们认为卖掉这个砖的钱可以作为赔偿的一部分 艾拉连忙询问卖给了谁 对方却说是一个叫克朗的艺术品收藏家 这时候弗洛拉却忽然生气起来 他说他们分明没经过自己的允许就卖掉了自己的东西 而后还解雇了自己 而从那之后自己再也没见过那块黑砖 当艾拉想要继续询问弗洛拉更多的时候 对方那边却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 原来是对方的女儿宝拉出现了 而且对方什么也不问就直接让艾拉离自己母亲原点 随后电话就被直接挂断 作为一个灵异博主遇到奇怪的事情 艾拉肯定是要抛根问底的 于是立刻从网上查到了克朗的资料 一阵自我介绍后 他立刻开始询问那块黑砖的事情 并说自己只是想确认这不是一个恶作剧 没想到对方却爽快地告诉艾拉这个事情是真实的 而且它不止有一块黑砖 这个世界上也不止这些黑砖 艾拉连忙询问黑砖的更多细节 对方说这东西跟个砖头一样大 可是却比任何其他物体都黑 它绝对不是人造的 可以绝对不是天然的 而就在几年前自己让一个好友 对黑砖内部进行扫描成三维图形 结果却发现每块黑砖的内部 都有着几百个符号折叠在其中 艾拉连忙询问那些符号是什么意思 克朗却告诉他破译不了 可是其中一个符号却让他想起一个自己身上的疤痕 他们分明一模一样 可那疤痕从自己小时候就在身上了 克朗觉得那一瞬间 这个砖头简直就像在和自己对话 艾拉顿时疑惑不已 这怎么可能 对方却接着说自己在那段时间也以为自己疯了 可是只有自己知道黑砖和现实的联系 那时候自己还做了一个梦 而这个梦他从没敢告诉别人 那是一个可怕的生物走到了自己的浴室 它有着一个像膨胀的面包的脸 可是他却认为这个生物是自己的哥哥 然后那个生物就这样在浴缸里看着自己 他还说自己什么都知道 艾拉疑惑地问知道什么 克朗说那和自己的哥哥的死有关 自己的哥哥从小就比自己优秀 自己心里一直希望它消失 结果哥哥就真的因为心脏病去射 从此以后克朗就把砖头锁进了仓库 可艾拉却怎么能相信这些 他安慰克朗这些东西肯定是巧合 克朗却说自己也是无神论者 可是就在这块砖头到了自己手里之后 他就动摇了 接着他说可能艾拉不相信 但是自己只要拿起那块砖 就绝对可能有人在从很远的地方和自己对话 说不定是外星人 说着他说如果艾拉好奇 他可以卖给艾拉一个黑砖 艾拉当时就更不信了 从灵异扯到外星人 没当回事直接发到了自己的博客上 可是就在几天后 他却发现不得了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收到黑砖的人不止一个 他们纷纷给艾拉发来邮件 有人说这是外星科技 有人说这黑砖的古怪事情绝对是真实存在的 艾拉也懵逼不已 其中一个女人告诉艾拉自己两年前收到了黑砖 艾拉连忙询问对方认不认识克朗和弗洛拉 对方说自己从没听过 于是艾拉让他讲讲自己的故事 女人却说两年前身为财务顾问的自己收到了一个黑砖 可当收到黑砖的他来到办公室 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除了呼呼的风外 整个办公室就是一片死寂 可是办公室的窗户却是关着的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接着他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 当他醒来却发现一切都好好的 可这件事他却不敢和任何人提起 直到在艾拉的博客看到黑砖的事情 而现在黑砖就在他的面前 艾拉却想让他拿来一张黑砖的照片 并询问女人有没有试图破坏过黑砖事实 对方却说根本破坏不了 他只要拿起黑砖 就感觉似乎有人要阻止自己这样做 接着女人似乎变了个人 他匆忙地说有些事情自己根本无法透露 随后他便着急地挂断了电话 可是很快他还是把照片发了过来 这块黑砖确实很黑 而他也成功引起了艾拉的兴趣 他把线索全部贴到一起 并在地图上做上标记 而接下来有着更多的人来联系艾拉 他们对黑砖的来历众说纷纭 有人威胁艾拉必须立刻删除一切和黑砖有关的消息 甚至有人说一个文明必定要走向终结 这些人的话让艾拉疑惑不已 不过艾拉还是一一打去电话并录音 在其中有一个男人告诉他 他的爷爷也收到过黑砖 他的爷爷曾经有了外遇和一个女人生了孩子 可是迫于家庭压力还是分手了 直到几个月前的一天 自己发现爷爷一个人在餐厅面露恐惧 嘴里还在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 他从没看到自己爷爷这么害怕过 爷爷却告诉他在这几个星期 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小男孩坐在自己家里 并且还和他们一起吃饭 可是爷爷却说只有爷爷爷能看到他 他相信这是自己的儿子来找自己了 可就在前几天那个男孩不见了 而家里的砖炮也不见了 可是自己的爷爷却性情大变 他的眼睛好像失去了灵魂一样空洞 而自己的父亲最近也是这种情况 他很怕这种神秘症状可能是入侵 下一个很可能就是自己 所以他让艾拉马上删掉关于黑砖的博客 以免更多人陷入黑砖这件事 而且他认为艾拉现在绝对有危险 可是艾拉却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这可能只是一种疫症 当晚他开始搜索类似男人的爷爷和父亲 这样的群体疫症类症状 却发现一个名叫劳拉的记者 早在1988年就有了类似报道 于是他在网上搜索到劳拉的资料 然后给劳拉发去邮件 试图了解他在1988年的文章是什么情况 可就在当晚他却收到了 收藏家克朗发来的黑砖内部扫描图像 那里面确实如克朗所说有着许多奇特符号 而且不是自己知道的任何一种遗知文字 可是就在艾拉对图片上的符号震惊不已时 艾拉家的上空却忽然出现一块 神秘而恐怖的巨星方块 不过方块很快又消失不见 就在此时艾拉正在稀早准备睡觉 却忽然听到家里传来门铃声 他顿时警觉 于是随手关掉淋浴再次倾听 门铃声却还在想着 艾拉拿起一个棒球棍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可是透过玻璃却发现门口根本没有任何人 他一把拉开房门 嘴里还在喊着Hello 可是却还是一个人也没有 下一刻他看向地面 却发现这赫然是一个包裹 而这东西艾拉猜到 可能是自己正在调查的黑砖 可等他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一个U盘 而U盘里面却只有一个视频 他好奇地点开 里面却居然是自己九岁生日的视频 他顿时疑惑不已 可是下一刻他却忽然听到 爸爸要送给他一个黑砖当生日领悟 视频到此嘎然而止 艾拉马上给爸爸打去电话却没人见 于是他留言给爸爸说了这件事 就在刚才有人给他留下一个神秘包裹 可是打完电话 他看着包裹似乎意识到什么 他立刻拿出里面的一条条碎纸条拼接 却发现这赫然是一个符号 而且和黑砖上的一个符号正好相对应 艾拉顿时恐惧不已 可是很快他意识到什么 这很可能是收藏家克朗搞的鬼 他马上打去电话 可是克朗却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艾拉却提出了当年 他收购黑砖不是通过正规途径 那家人根本没有经过原主人弗洛拉的同意 就卖给了克朗 他以此威胁 如果克朗不说实话他就要检举 却不料克朗很快挂断了电话 就在艾拉不明所以时 克朗却打来视频电话 他说自己现在正在自己的收藏室 他哗了一声收集了几十块黑砖 可是现在都不重要了 因为他感觉到他的哥哥现在正在自己的收藏室 艾拉此刻明显察觉克朗的声音不对劲 可是克朗却毫无察觉地继续说 只有自己能听到自己哥哥的声音 可是在艾拉的角度却只能看到克朗的双脚 艾拉发现克朗的声音却越来越不对劲 电话就此被挂断 艾拉马上再次打回去 却发现克朗的电话再也打不通 于是他马上将录音文件放入软件查看 而后他仔细分析每一个声音播行 而后再次放入播客 当晚艾拉就在电脑前睡去 第二天他被电话声吵醒 而里面却赫然是当时报道群体疫症的记者劳拉 艾拉当即兴奋至极 劳拉却告诉他自己曾经是一线记事记者 而他的朋友却正好在一个局面研究部门 所以他常常能拿到一首报道 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酒后告诉他 他们团队在做一项神经研究 当自己听到时也觉得自己简直要疯了 那个症状的感染者只是谈论了那个东西 就会出现症状 他们怀疑这是通过声音传播的病毒性激励 而且很可能是老毛子搞的鬼 可他的朋友却在接触这件事情不久就去世了 而劳拉当时却也没有多想 可是前几天他也看到了艾拉的博客 他叮嘱艾拉一定要小心 艾拉却说如果是真的那么自己 一定会把这件事公之于众 挂掉电话的艾拉再次把所有线索归类 却忽然想到一切都是从那个匿名邮件开始 于是他试图网上搜索这个邮件的名字 却发现这邮件名字赫然是一本书 更巧合的是他家里也有这本书 他连忙找到书开始翻看 却忽然发现了书本里弗洛拉名字的简评 他顿时想到了什么 于是再次打开录像 却赫然发现自己生日派对的拍摄者 竟然是弗洛拉 这时艾拉忽然后背发凉 弗洛拉所说的在一个妇人家里当保姆 竟然是自己家 他终于想起来了小时候的事情 他再次拿出弗洛拉的画像确认 就是他 然后他连忙再次给弗洛拉打电话询问 他直白地问弗洛拉 这是要对炒掉她的事情复仇吗 弗洛拉却一头雾水 直到听到艾拉的话 他才知道她当年竟是在艾拉家上班 可是艾拉却跟疯了一样 质问对方到底要怎么样 直到她的女儿宝拉抢过电话 艾拉却直接问她想要什么 直接说就好 她说当时的事情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 宝拉却说不对 那件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我比你优秀很多 所以你的父母很喜欢我 所以你在嫉妒之下 想吸引他们的注意不是吗 所以你才做下那件可怕的事 艾拉却说自己根本不记得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但是现在宝拉必须停下来 宝拉也是一阵沉默而后 她说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 只希望再也不见 可是艾拉却马上联系了父亲 她质问父亲 为什么要拿走人家的砖头 父亲却叹了口气告诉她 当年那个女佣 她是在我们家发现的砖头 所以我们没有偷 然后我们在你的生日上发现了她 还以为是你的礼物 艾拉却询问那么为什么要解雇她 父亲告诉她 是因为她的孩子 用刀砍了我们的家具 艾拉却说 为什么自己不知道这件事 父亲却说 就是你告诉我们的呀 可能当时你太小了不记得了 艾拉却没想到 最后又绕到了自己这边 可是随着父亲的话语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 那确实是自己划上的家具 那个画面她记起来了 可是父亲却让她不要再提起来了 这件事早已经结束 可是父亲不知道这番话 也被艾拉全部录下 挖掉电话后 艾拉推开桌布 却发现那桌子上的划痕 她顿时心中一惊 那划痕竟然和黑砖里的 神秘符号一模一样 这一刻艾拉慌乱 她试图找出划痕和黑砖的不同 可是她却失败了 由于许久之后 她删掉了和父亲的录音 可是下一刻 她的腹部却忽然传来剧痛 她连忙跑到水池边试图缓解 却发现身体里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 这一刻她简直无法呼吸 她无力地坐倒在地上 而后用手去抠自己的嘴 没想到她却从嘴里 抠出了一个长长的黑砖 许久之后 她望着黑砖久久不能平静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而后她忽然想起 什么连忙逃离卫生间 当再次回来时 她已经戴上一个锤子 她一锤子接着一锤子的敲下 黑砖很快碎裂成小块 而后艾拉失魂落魄地 走回放着黑砖扫描图像的桌子前 可是忽然间 卫生间传来一阵异响 艾拉连忙前往查看 却发现原先黑砖所在的地方 居然出现了另一个自己 艾拉顿时背后发凉 眼神真大 她恐惧地试图离开这里 可是忽然间 她想起什么拿起了录音机 可是一抬头 另一个自己已经走了过来 她试图和对方打招呼 可是对方根本没有回应 艾拉轻轻坐到椅子上 而另一个自己也一样画葫芦 艾拉颤抖着打开了录音机 她强装镇定问对方是什么 又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 可是对方却直接拿起录音机 就在艾拉恐惧的目光中 对方直接将录音机捏碎 艾拉的恐惧再也无法自制 她连忙打开门逃离房间 而对方也一步步地慢慢追来 这一刻艾拉拼命逃跑 直到跑到一处湖边 艾拉再也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她回头望去 却发现对方已经追来 艾拉顿时恐惧地连忙后退 可是对方却伸手直接触摸艾拉的脸 艾拉问她要伤害自己吗 却不料艾拉说什么她就重复什么 艾拉猛然一撞对方试图逃跑 随后直接爬到了对方身上 试图干掉对方 没想到对方的反击同样强烈 随即两人就是一番搏斗 直到一个艾拉掐住了另一方的脖子 许久之后一个艾拉捡起了一堆石头 她把石头一块块地放入 在了另一个艾拉的身上 随后另一个艾拉被一点点拖入水中 获胜的艾拉回到家里 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胜利了 只是获胜的艾拉心里也有了一个秘密 一个关于黑砖的不可以告诉任何人的秘密